都说美人迟暮令人惋惜,岁月总是要带走容颜 即便是如此,有些人还是会从容老去 前阵子,吕两位妻子杨小娟生日 关志玲亲自帮她主持生日宴会 不少圈内人纷纷露面 不仅仅有向华强夫妇 还有真子丹,任华达夫妇 来的都是一些大咖 果然都是一个圈子的 厉害的人身边都是厉害的朋友 关志玲作为杨小娟的多年好友 这一次现身操办生日,也是诚意满满 这两个人都已经年过半百了 昔日的美人也都各自有了岁月的痕迹 尤其是关志玲,那可是公认的香港第一美女 曾被评为全球50位最美丽的名人 而且还是天王刘德华心中最漂亮的女人 即便当时已经美女如云 她也都是排在前面 关志玲很美,这种美是天然去雕食 那种清纯到纯粹的气质 真的不是可以随便比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绝世大美女 留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言难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的美好形象也是自己一点点消耗殆尽的 关志玲不仅仅是天生励志 有着令人艳羡的颜值 更是有着很好的家世 可以说她这种绝对是起点很高 而且一出生就是拥有一手好牌的 她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 父亲是首位华人影帝 母亲则是知名艳渊 看到她的父母也就不奇怪 关志玲为什么这么漂亮了 而且这样的家庭也是注定了 她能够在演艺圈大放光彩 起点不可谓不高 因为家庭条件很好 关志玲从小也是像个公主似的 什么都不缺 也总是有最好的 除此之外 父母还会为她制定专门的计划 教育她成为一个大美女 小小年纪就修炼了很多的技能 难怪长大之后能够多才多艺 婴儿成年之际 关志玲也是长成一个清水出福中的美女了 但是后来因为家庭遭遇变故 她的人生突然之间就不再平静了 18歳那年 她的父亲因为出轨 抛下了关志玲母子三人 后面连母亲也带着弟弟走了 这样的经历 让她对感情有了很大的戒备 也是非常痛恨第三者 曾经的她还说过 永远都不会做第三者 这句话至今还在我们耳边响起 但是本人却早已物是人非 当时的她应该永远都不会想到 这句话会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因为家庭变故之后 关志玲再也无心学业 于是选择了参加港姐竞选 也就是因为这个选择 她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美女 也有了无数的追求者 而她的美艳也注定了 她一生的情路非常与众不同 甚至可以用混乱来形容 18岁那年 关志玲交往了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 文彼得 她是一个演员 模特 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商人 但是对于大美人关志玲来说 这自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因为在她心里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稳固的依靠 最后还是一亲别恋 爱上富豪 当时的关志玲一出道就大火 不管拍什么 总是能够获得很好的收拾 但是工作毕竟也是辛苦的 频繁的拍戏也会让她感到无比的疲倦 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富商向她求婚 她于是马上就答应了 这个富商就是王国精 比她整整大18岁 但是这个男人的花心 也是在圈里出了命 知道这个消息的 关志玲爸爸极力反对 甚至不惜用自杀来威胁她 或许是父亲对家庭的背叛 让她产生了直接的逆反心理 关志玲根本不在乎父亲的威胁 于是她就和王国精 去美国登记结婚了 不过王国精的本性还是没有改变 婚后依旧风流 经常被爆出来在外面花天酒地 关志玲看到这种情形 于是果断决定离婚 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 只维持了五个月 别人匆匆散场 关志玲很清楚 开始只是因为金钱 离婚之后的她开启疯狂恋爱模式 整天都流连在各种男人的周围 非常的低迷 即便是如此 还是没有给她带来一丝一毫的安全感 反倒是越来越陷入情感漩涡 也就是这个时候 她在感情上毫无边界了 甚至成为了自己当初最痛恨的小三 当时关志玲碰巧又认识了地产商马清伟 于是与她搭在一起 马清伟是陈美琪的丈夫 而且陈美琪已经怀孕了 但是马清伟依旧与关志玲走在一起 虽然是马清伟疯狂追求关志玲 但是关志玲并不是不知道对方已婚 妻子也怀孕了 明白着关志玲正是执意要插足人家的婚姻了 据悉有消息称 当时的关志玲为了争宠 还亲自打电话给陈美琪 而陈美琪因为丈夫的出轨 还有电话的骚扰 导致动了胎起直接流产了 也很快离婚了 这件事所有人都在陈美琪 关志玲也是因为这件事人气下滑 但是关志玲也没有和马清伟在一起 最后反倒是找了一个更年轻的模特 而关志玲则搭上了大刘 也改变了她的人生 富豪刘兰雄是出了名的风流成性 身边的女人数不胜数 开始她对关志玲也是很好 不仅仅给到各种物质的保障 还承诺一辈子对她好 但是大刘的嘴终究是不可信的 不仅仅只是玩了一下关志玲 而且还玩大了 在与大刘相处的过程中 关志玲受到了各种要求 甚至是遭遇了七尺大辱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高尔夫事件 这也是关志玲这辈子都抹不去的污点 刘兰雄的口味很重 玩心起来就很离谱 当时她竟然让关志玲塞高尔夫球 据说这一个高尔夫就给一千万 于是一下给关志玲放了两个 后来关志玲忍痛到医院就医的新闻 就很快被曝光出来引起了娱乐圈的哗然 关于这件事一直都流传着不同的版本 很难让人变清真假 但是后来关志玲回应了一句 不是我乐意的 还是意味深场耐人寻味 不管真相什么 在大刘和关志玲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 不然不会消息满天飞 关志玲最后也还是没有敌过李嘉兴 而且这件事也让她彻底跌落神坛 离开大刘之后 关志玲又遇到了模特黄家诺 富商陈泰明 但是无疑有结果 然后又是不断的谈恋爱 不断结婚又再离婚 始终漂泊无一 一直以来 关志玲都渴望得到一个爱自己的男人 希望可以获得安全感 但是她自己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插足他人的感情 也摧毁了别人的家庭 因而她的一生也是备受诟病 遭到唾骂的 也是令人唏嘘不已 现在的关志玲已经58岁了 依旧还是独生艺人 容貌也不复往昔 从前的她总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依靠 现在的她应该知道靠男人是不行的吧 幸运的是过了半辈子 她也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不再依附于他人 也为过去的错误买单